你們幾點飛機 我們暫時不去機場 第二次, 即是他繼續留在香港 這次的處理方法同以往不過 我們會安置他一個安全的地方 阿伯, 阿伯, 你怎麼看? 怎麼沒有人跟著我? 其他的事由我們處理 他在國際反空組織也跑掉了 依頭兒教的那一頭不過 還說得自己有多專業? 我們這次請你上來 是想了解蔡紹培的情況 這件事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現在似乎是 你千方百計要得到蔡紹培 然後有心放他走 整件事根本就是你的計劃 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把他放走, 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如果你們繼續對我 作出一些無理的指控 署我失禮 我是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否則 我懷疑你們是早有緣問 我會向保安局長請示這件事 你們有證據的就拿出來 要不然, 不如先答答實實查清楚這件事 昨天蔡紹培就跑掉了 今天你們就來找我算帳 你們的消息在哪裡得到? 整件事不是很多疑點嗎? 你們有沒有路? 不是, 我們要一個教導 我需要時間 所有疑點 我們警方一定會調查清楚 如果你是沒事的, 絕對不會找你 但是在未調查清楚之前 我們要終止你在香港使用槍械權力 這是我們香港執法的方式 如果你是不認同的 可以叫你的上司 直接聯繫保安局 但是我相信 結果都為了 我相信你 這件事我已經在查 我有個新任務給你 這件事是關於女兒和女兒的接觸 我希望你回到HQ 開始工作在ASAP 為什麼?蔡少培的事呢? 我已經找到有人來看她 你不需要這裡 你不相信我嗎? 如果我不相信你,Mike 我已經被抓到你了 蔡少培是因為你了 香港警察和英特洛 都會在你身上 我正在找他們去看別的方法 我現在要你上飛機 立即要你上飛機 我預約你上飛機 我就這樣走了 豈不是更像有野著草 安全屋竟然走返 事情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反恐組織中 肯定不僅一個人有問題 你和John是最後兩位人 都會有直接接觸 而你就是要監視他 蔡少培一直是他看著的 他在暫時計劃中 讓他走 我已經看過他的資料 他是一個普通護士 沒有任何背景 很乾淨 就是因為太乾淨才有問題 這個人怎麼會進入反恐組織 你怎麼回事 我暫時是猜測 還需要時間證明 好 讓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 拿到那裡離開 我會提供一些 職業警察 去工作 你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 你今天要離開 這是一個直接的規定 我希望你回到HQ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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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阿斌, 你不認得我, 阿斌 桃文斌, 是你? 你還去我會救嗎? 阿斌, 我怎麼會害你呢? 我幫你捉回你幹什麼? 這裡很安全, 你冷靜點 當年的事是一場誤會 阿斌, 你聽我解釋 阿斌, 你是否拼了阿埔的資料? 是, 沒錯, 是我做的 為何要這樣做? 老公, 如果P3、4月需要關閉的話 我們就要重頭來過 我眼見你辛苦了這麼多年 我不想再看到你辛苦一次 我想用這件事跟我們交易 只要我們有了這筆錢的話 我就可以幫你和公司 過得到這個難關 但是資料很危險的 可能會害死很多人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辛苦一次 我跟你一起捱怕什麼辛苦呢? 但是資料真的不能放在其他人手上 老公, 你放心 我只要拿完這筆錢的話 我就會回來的 阿袁… 然後我很快就看到新聞 知道阿穴連人帶車衝進海裡 當時警方打牢了很多天 都找不到他的屍體 我就想 他一定是跟資料一起石沉大海 我當時真的這麼想 誰知道 當年跟他交易的特工金先生 他又出現了 他讓我知道原來阿穴沒有死 他們抓了阿穴, 逼他研製DH2 還折磨得他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與我無關 你讓我走… 阿培 他們說唯一救阿穴的方法 就是要給DH2他 你是唯一一個懂得研製DH2的人 為了救阿穴 你這次一定要幫我阿穴 你要幫我阿穴 我會不會回來 我不會相信你 你們都很想利用我 走… 走… 阿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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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 worker 發生她 卡鈸 他 很香 好啊 煮完你睡的了 不見杜先生呢? 我哥剛才剛叫了他 他說想硬一點才醒來 杜先生很少這麼晚起來 最後不是這麼多?八卦 關心一下他 走吧, 我去看看 杜小姐, 車好像有點問題 你可不可以自己上去嗎? 好啊, 那我上去 小心點 想找杜先生嗎?他還沒回來 杜先生 早晨 你有事找我嗎? 是嗎? 我想跟你說不好意思 原來我一直以來都幫不了你 其實是我不好意思 我昨天不應該發不假皮 是嗎? 來吧 高先生,行嗎 甚麼事 許先生想見你 現在? 是 好的 保安哥哥,我們不是去許先生的辦公室嗎 不是,我們是另一棟大樓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 高先生,你別問我 我知道有個保安,你去到你就知道 來吧 許先生,你出來 是 你到底是甚麼? 你想查一下東西嗎? 我查甚麼? 你自己想查甚麼,你不知道嗎? 一定不會被你查到 我現在問你到底是甚麼? 你在甚麼企圖? 你們倆在做甚麼? 高先生,你別動手一腳 高先生,發生甚麼事? 高先生,你別動手一腳 究竟發生甚麼事? 是這樣的,杜先生 我今天早上班的時候 在停車場那裡見到他 好像鬼鬼祟祟一樣 那我留意他做甚麼 後來被我發現 原來他是為了這件事 杜先生,我可以解釋一下 今天早上班的時候 我看見車上有血跡 我身為杜小姐的保鑣 在車上發現了血跡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想查一下車鏡 看看能否查到甚麼 杜先生 是我叫阿樂這樣做的 我知道這件事之後覺得很奇怪 所以叫阿樂再幫我去查一下 看起來只是一場誤會 很感謝兩位這麼為公司著想 希望以後大家說話說得明白一點 不要再發生這種磨擦,好嗎? 知道,杜先生 是的,杜先生 阿樂,謝謝你 剛才謝謝你 行 怎麼樣? 今天讓我拿 你拿? 來吧 駱, 你別再做我保鏢了 為什麼?我不是有什麼做得不好嗎? 不是, 你做得很好 現在沒那麼危險了 而且我一直以為朋友陪我上班 我覺得保鏢這個職位脫走了你 而你的水平 我覺得可以在公司 可以有更好的工作 但是其他工作我不喜歡做 我只是喜歡做一些 我做得開心和我喜歡的工作 好 謝謝你 董先生 我已經按照原定計劃 把蔡小培交到杜汶賓的收集 杜汶賓不知道是我們做的? 當然不知道 做得好, 果然是我兒子 說了就做, 做就做到 怎麼樣? 今晚雙邊吃, 爸爸請你 我們的關係暫時不能公開 等到事成之後 我再跟爸爸你好好吃一頓飯 來 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叫蔡小培人 之前是幫杜汶賓做事的 後來被幾個特工組織抓住了 懷疑是跟化妹有關 後來還走了 好 好了, 這兩件事同一晚發生的 就是這一晚 當我聞聞接到電話之後 就很急地走了 我在記憶卡裡發現他中途轉了的士 很明顯他就不想被人跟蹤 終於有 在車上我發現有血跡 那我車營營能拍到的士車牌嗎? 說起來就要感謝你的朋友 虛心, 本來我就可以拿到記憶卡 但是你的朋友還在搞搞震 拿回那張卡交給杜汶賓 然後又為師滅職 是否有誤會? 怎麼會誤會? 他擺明就是故意的 衛軒, 我真的想問問你 你的朋友究竟是什麼人, 什麼背景? 還有, 朋友還聽你別黏著他 行了, 虛心交給我去查 現在最重要是找回蔡少培 杜汶賓出現反常行為的時間 跟蔡少培七中的時間這麼混合 兩件事很可能有關聯 還有, 的士那方面交給我去查 好, 先走了 走吧 點暖 杜汶賓下車轉搭乎的士 我們已經找到了 跟的士公司已經溝通了 的士司機現在失蹤了 車營也不見了, 非常有可疑 所以杜汶賓那天可以做什麼? 暫時還沒查到 至於許心 他除了上次跟杜汶賓進去廢節實驗室 就沒什麼可疑 但他上次自己也解釋過了 跟杜汶賓進去 是因為杜汶賓要快點完成的研究 不過為了找人起見 也要喜喜許心的體驗 我跟許心比較熟 這件事交給我 還在想想許心的事嗎? 我知道他是你從小認識到大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為難的話 我可以跟隨他 不用了 就是因為我跟他從小認識到大 如果他真的有問題 我更加要親自去查 好的 我跟阿樂拍攝了這麼久 他有時候工作會比較衝動 不過, 杜汶真的覺得是有許心的問題 他一定有個原因 明明是你認識他久一點 但為何阿樂好像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其實阿芯小時候生死得挺可憐 他跟他外婆相依為命 跟我一起玩, 一起讀書 直到五五年, 因為一宗傷害案 被人判進去金發院 本應就判了一年 但沒多久就被人摺走了 至於誰摺走他, 何時摺走他 我就不知道 所以中間我們沒有聯絡過 那你真是想清楚 應該怎樣去判? 我來了 什麼事?我好爽 我收下來了吃飯嘛 那就多煮幾道菜吧 他來了嗎? 我嚇到了, 還好嗎? 還好 你教我這個瑜伽動作 我真的… 腰部舒服了很多 真的 那你記得, 保持每天做十分鐘 對你的身體有幫助 好… 伯父 今天這麼多人來吃飯? 還要做為教練 是呀, 霞姨叫我來很多次 今天早下班就來吃飯 阿琛教我現在的動作真是很好 很舒服, 要不要一起學習 你也有事, 還是我們也有事 我什麼需要學習? 我開桌子, 你幫媽媽 去, 我去廚房看看 我幫你 來, 謝謝 今天在公司碰到你的舊拍檔 我跟他有點誤會 是嗎? 我其實不是對他有偏見 不過我今天真的懷疑他 想虧取公司的資料 你知道, 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會比較敏感 他沒事的 他有時候做事要趕快 我會心快點 那就好了 你知道, 我不想和你們有任何誤會 吃了這麼多年, 怎麼會不相信你 吃飯… 來… 來, 先喝一口湯 喝一口湯 好… 很甜 已經熬了幾個小時了 對了, 芯仔 你最近工作這麼困難 會不會很大壓力? 忙是忙, 但不會很大壓力 因為我之前剛回來香港 很多事要適應 之後呢, 之後不會太忙了 可以多來探望你們 好 不如以後我們一起讓一起行山吧 你看, 你經常在辦公室 吸吸吸心鮮空氣對身體好 行山好, 但不要選擇我這麼難走的路 對了, 你的腳 無緣無故看什麼行山呢? 那件事過了這麼久, 我已經放下了 只是腳短, 很多人都試過了 對我日常生活沒有影響 好, 走完山, 游泳, 再燒東西吃 還好, 還好, 還好 還好, 還好, 游泳你也對, 老爸 你的腰不好 對… 游泳你也好, 我腰不好 每天做我教你那些動作 那你游泳也游得很快 好, 我會堅持的了 嗯 對,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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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 我發給你的資料收到沒有? 正在看, 也不夠了解 不過阿森, 你真厲害 你小時候讀書就已經年年考第一了 我沒有這麼年輕, 就做了這麼多課業 還要出格論文, 真是天才 那為什麼一個讀書這麼聰明的人 會無緣無故在第五和人打架 還要進入錦法院? 她小時候因為家庭背景 經常被人看不起, 經常被人欺負 就算是這樣, 她又為什麼可以無緣無故 提早離開錦法院 還去美國讀MIT呢? 我不用說了, 就打給你 再見 再見 這麼晚還要做? 好 看完資料而已 喝完一碗湯才好睡覺 還不喝, 剛才喝了很多碗 下火嘛 好… 剛才聽阿森仔說 雙腳對她的日常行動沒什麼影響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都會有不方便 她真可憐 不過她算是很生性 遇到這麼多事, 她都憑自己本事 可以有今天這樣的地位 媽媽 其實阿森弄成這樣, 我也算是責任 阿森, 你看著波樹幹什麼? 不是看波樹 你看看烏鴉, 她的腳受傷了 她站不穩 地理堂說烏鴉是有害的料理 不用管她, 走吧 是呀, 她有害也好 她真是生命, 救她吧 找我手 隨便吧 阿森, 你沒事吧? 你把衣服拿出來 你撞到哪裡了? 撞到頭了 沒事吧? 沒事 什麼傻子的衣服?想捉著小孩嗎? 為什麼你經常要撞到她? 你什麼事?走開吧 你用籃球打到籃球, 我會跟學校說 你們有證據嗎? 沒有 你們自己跌倒而已 快跟她說對不起 憑什麼?死開吧 幹什麼?我玩的 你玩的 不要… 走了… 但是… 但是… 陳先生、陳太太, 你們先冷靜點 總人搞錯了, 我只在這裡讀書 現在還打穿個頭進去醫院 就是了, 現在打穿個頭 學校怎麼解決 陳先生、陳太太, 你們先冷靜點 我是很注重學校的德育 而且我也不會讓學校有任何欺凌善 如果她不是被人捧進化院 就是被人打架, 就不會被人打腿 但是事情已經過了很久了 現在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對心更好 照我說, 你有空就多找她 還有, 多關心她 知道了, 我會找她去聊一些 好了, 喝完碗湯, 我睡覺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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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者你想吃什麼, 你告訴我 我可以幫你去買 不用麻煩了 你記得慢慢省一點 我不會幫她做任何事 不是的 Dr. Choi, 我想你誤會了 杜先生叫我來是叫我看看你有什麼需要 叫我盡量滿足你的需求 我唯一想的就是離開這裡 好, 很簡單 我幫你叫的士, 你等我一會兒 是, 我想叫的士 是 是, 地址是元朗錦田圍, 湖康居 是, 謝謝 車打電話了 要吃完早餐才離開 你真的讓我留在這裡嗎 杜先生交代得很清楚 我要滿足你所有需求 如果你真的要走 我不會難你 我想看你 找我 玩也好 火 好, 走吧 Dr. Choi, 其實杜先生也有跟我提過 你的情緒可能還是會比較激動 但你相信我, 我不是壞人 一定不會做任何傷害你的事 你是道文斌的研究主管? 是, 我是MIT畢業的 對, 其實我看了很多你的論文 我非常佩服你在科研的超前思維 而我知道你和杜先生合作 所以我一回來就馬上加入了杜先生的公司 杜孟斌跟你說了關於我的事嗎? 是 有關於化學物抗毒劑研究過程發生的意外 還有DH2的事, 他也有跟我說 那你還幫他忙嗎? 因為我相信杜先生是一個好人 你也是 我幫他不想科研界損失一個 像你那樣, 不何多德的人才 所以Dr. Choi, 日後你有任何需要 你跟我說就行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打聽一個人家路嗎? 可以 她的阿蘭, 你跟著你的地址就找到她了 我只想知道她是否安全 好 好 哪位? 我知道你在找她 可不可以見下面 你還在哪裡? 長沙灣, 本網路, 六部石燈廳 待會兒見 我沒有任何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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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了 那我還是要報告 我沒有任何地址 我沒有任何地址 你死了 我沒有任何地址 你不會找到那裡 你不會找到那裡 我沒有任何地址 你可不可以找到那裡 我沒有任何地址 你不是看見 是誰叫你跟我?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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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 展Sir, 為什麼我了接這宗案件? 重案查過附近的視頻 發現疑犯是Mike 可能跟我們的調查有關 Mike? 嗯 死者是Mike的同事 國際反恐組織, 他叫John Lee 現場有大量血跡和明顯打鬥痕跡 展Sir, 長官 我們在現場找到三顆彈殼 展Sir, 在附近草叢找到滑槍 全部拿回去化驗 是, Sir Tango 301-S Tango 301-S 喂 時間到了, 你在哪裡? 什麼事了? 暫時安全 Agent John被逮捕 你是最主要的警察 香港警方想要你被捕 什麼事了? 有人要陷害我 殺死John的兇手 想安排我 這件事不簡單 你必須離開香港 不要緊, 躺下了一段時間 我會遮蓋你的路線 我走了, 水洗都不清 我一定要查清楚這件事 喂 現在我的電腦被鎖了 你幫我打開它 這超過我的權力, Mike John來開安全局之前 打了一個電話 你幫他檢查一下 這個電話打給誰 你在香港 你必須禁止 那些事情 不關你 那是你最初的問題 你在香港 你離開香港 你是不是這樣也不相信我? 蔡紹培的失蹤 和昨晚的謀殺案 極有可能是有關聯的 被沙海南護士叫John Lee 負責協助Mike 而蔡紹培從他的診所 即是安全屋逃走 可能是因為反恐組織被有內鬼 而這個內鬼相信 就是殺害John這樣的兇手 照理蔡紹培 可能在安全屋逃脫 應該是有人故意放走了 可能是John 發現了內鬼的身分 又或者John就是內鬼 所以被滅合 根據重案同事調查發現 John在死前十五分鐘 有一個人跟蹤他去行人隧道附近 這個人就是國際方位Mike 他說他要走 他要走 Taylor說John在案發現場 見到Mike返醫務所 而之後Taylor再打給John 已經沒人聽到 空案現場找到的槍 和Mike之前上交的槍 已經做了對比 指紋是一致的 我們之前傳到反恐組織的鑑證結果 已經得到Taylor的證據 而現場的血跡 也是屬於Mike和Johnny的 現在所有證據都知道是Mike 我要正式通緝他歸案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 你們都不會相信 人不是我殺的, 有人要害我 你拒絕協助調查, 你變成逃犯了 事發之後, Mike有沒有聯絡你? 你是不是調查我? 是不是越是接近真相, 就要擔心? 細群不會這麼多年來幫我這麼多人 他跟Johnny認識, 可能只是巧合 我之所以出國讀書和考慮MIT 是多謝院長一路之助 阿琛是好慰懷也好 我也想自己找個答案出來